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欢迎回到5点17分的活在暗点 踏入春天 相信喜欢圆艺种花的朋友一定会很高兴 因为春天到 大家又可以再在你的后院挖种种种种 今天请来的嘉温都是与种花很有关系 今天请到的嘉温就是多伦多兰艺会的财务总监 冯热兰小姐上到来的 冯小姐你好 你好 欢迎上到来我们会继续点 今天大家可以见到有两盘很漂亮的兰花 待会就会介绍的了 现在冯小姐首先第一次来到 不如和我们简介一下兰花会是什么机构 我们多伦多兰艺会就是一个非牟尼的机构 就是2001年就由一帮热爱种蓝的朋友 是组成的 所以我们就从2002年开始 我们每年就会举行一次兰花的展览 而这兰花的展览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作为一个平台 就将这个世界各地的兰花 介绍给多人多的朋友 还有让他们提升他们对兰花的认识和兴趣 以及互相有个机会去交来大家种兰花的心得 其实花有很多种类 而兰花就是被誉为是最难种 而且是很高级素的一种花 其实它不单是难种 而且不是人人都会种的 是要专家或者是要有研究才会懂得种兰花 所以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有一个每年一年一度的兰花展 你想想你不会见到 可能菊花展、玫瑰展不会有这样的 但你会有兰花展 是因为它的难度一点都不简单的 我想问一下 其实兰花展举办了多少届呢 今年是第十届的了 所以我们今年的兰花展览 也都好像往常一样 我们将会带给大家很多 这个很漂亮的兰花 而且我们今年举行兰花会的地点 将会在华之柱 2330号Midland Avenue 就是华之柱的地方举行的 我知道是要收入场费的 这个兰花展 我们的兰花展览 就是8元的入场费 但是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优惠券 两元的优惠券给大家 甚至你可以到我们的蓝艺会的网站 在TAOA.GA那里可以下载这些优惠券 这些优惠券 就会得到两元的优惠 另外8岁以下的小朋友 我们是无需收费的 大家如果有我现在手上这张 华之柱的蓝花展规券 就可以减两元 就是说入场费是六元 没错 我知道今次的蓝花展 会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品种的蓝花 是的 我们有从台湾来的蓝花 中国来的蓝花 还有很多南美 美国和加拿大本土的蓝花 还有一些很热爱中蓝的朋友 也将自己的心爱蓝花 也带到展览会来 介绍给大家 其实今次是一个蓝花展之外 还是一个蓝花的评审选美会 可以说是 因为我知道了 你们请了一位非常高质素的评判 而这位评判是由美国蓝花协会 认可的评判 他会在每一种品种中选出冠军 其实我们是属于AOS的会员 我们加入了这个会 所以我们的蓝花展览 我们会邀请AOS 是一个世界权威供应的美国蓝花会 他派出评审团 就过来帮我们作为评审 很多不同的蓝花的种类 他都会选出得奖的花位 一二三名 我们将会有很多的Trophy 就是颁奖给这些得奖的人士 而且这次蓝花展的特别之处 就是会有蓝花医生 会为大家解答各种疑难杂性 是的 因为初纵难的朋友 很多时我买了一棵很漂亮的蓝花 回来 但很快就丢借了 或者是有各种的毛病 生虫或者令到他们很烦恼 他们都很想学 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们特别加设了这个项目 由去年开始 我们就有一个蓝花医生 让朋友将有病的蓝花或者有问题 都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去询问 我们会挑选一些专家 就来在蓝花诊所里面当值 就解答蓝油的问题 我知道蓝花医生是非常之厉害的 因为我自己身边 都有一些很喜欢种花的朋友 他们是不懂种蓝花 但又很想学种 通常第一次种蓝花 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 接着就拿给蓝花专家 而蓝花专家 是真的可以经它手之后 会长出蓝花的 是的 其实种蓝花 是你说很多巧妙也不是的 只不过它的经验很重要 因为它和普通种植的植物 是有些少不同的 另外我又想请问一下 如果各位观众 去到蓝花展 觉得蓝花很漂亮 他们可不可以买的呢 基本上蓝花的展览厅 我们要分两个部分 蓝花的展览和蓝花的售卖 是两个不同的部分 蓝花展览厅的花位 我们只供是展览的 供大家欣赏是不会售卖的 而蓝花的售卖的部分 就是很多蓝箱来自不同的地方 南美、台湾和本土都有 美国都有的蓝箱 会上到来我们多不多 带一些很漂亮的蓝花给我们 明天我们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蓝花 可以买到我们的心头号 我知道当日在蓝花展还设有抽奖 是的 我们的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抽奖 两元我们将会买到三张抽奖券 会员前说我们有三个机会得奖 每小时我们将会抽奖一次 有很多丰富的奖品 例如有拿商捐出来的蓝花、角蓝、羊蓝 甚至乎种植蓝花的材料、花盆等等 我们都会有的 而且当日还会有摄影比赛 各位喜欢拍照的朋友 亦可以出席蓝花展 去拍摄各种蓝花的美态 是的 在星期日早上的时间 我们特设了一个时间 就是给喜欢摄影的朋友 就是上8点到10点这个时间 给热爱摄影的朋友 可以特别这个时间入场 它可以拍到不同的蓝花的美态 另外如果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视频比赛的时候 它可以上网下一个设计 参加视频比赛的表格填好 蜜蜂和她拍摄的蓝花的相片 所以它选出来的相片 是很有代表性的 其实听了这么久 在4月16日和17日举行的蓝花展 可以说是混入了非常多元素 首先各位入场的观众 可以欣赏到不同品种的蓝花 而且又有蓝花的选美比赛 可以说是 选出最美的蓝花品种 之后又会有抽奖 还有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很荣幸地请到 这个YKABANA International这个插花会 这个是日本楼派的插花会 他们会来到我们的大会里面 做一个插花的项目 即是即场示范的 它不是即场示范 它是插好所有楼派 插好所有楼派 它们有四个楼派 它们会派出代表 是非常精彩的 非常难得 而且可以一次过看到 四个不同派别的插花 这是一个很大的插花会 也很感谢他们去年 今年再接再来支持我们 即是说各位道场的观众 除了可以抽象之外 也可以欣赏到 刚才冯小姐所说的插花艺术 也可以欣赏到国瀾、杨瀾 我知道当天 你们还请了一位 国瀾的专家来到 是呀 我们会里面有几位 都是比国瀾比较专长 有认识的 特别是有一位阿玛陆斯 他是对国瀾 就是做了很久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会在职场介绍 如果朋友对国瀾 欣赏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即常他可以介紹 其實蘭花是分兩種的 一種是國蘭,一種是楊蘭 我知道在外國地方 能夠請到國蘭的大師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是呀,所以我們是很榮幸的 我們會的人才其實是很多 對國蘭也有深入認識的前輩 還有很多對楊蘭、種植方面 其實是否只要對蘭花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加入你們的蘭藝會 成為你們的會員之一呢 是呀,沒錯 我們很高興,呼籲大家 如果有興趣可以加入我們 這個多仁多蘭藝會 這個會是幫助我們 更加認識種蘭花和學習種蘭花 我自己為例 本身我是一個不懂種蘭花的朋友 但因為我希望學到 所以我參加了這個會 亦是獲益良多的 而且這個會亦可以令大家 喜歡蘭花的朋友 志同道合的一班人 一起討論、研究 看看怎樣可以將一盤蘭花更好 是呀,你對比我們的生活 添一些資材 說得好 今天謝謝馮小姐 上來接受我們活著案面的訪問 再一次提提大家 這個蘭花展會在4月16日和17日舉行 地點是華資柱2330的Midland Avenue 需要入場費 入場費是8元 不過如果大家有我們手上的券 就可以減兩元 是,沒錯 即是6元 而且當日更加會有大抽獎 大家可以有機會抽到蘭花 亦可以欣賞到很多跟蘭花有關的東西 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 所以絕對呼籲有興趣的朋友 4月16、17日 不要錯過蘭花展 好了,說到這麼久 現在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活著案面再見 謝謝你上來 謝謝 謝謝